初到二十年歌手演员主持做了个片的台湾老牌艺人吴启贤 终于将在十一二十四日转上小巨蛋开唱艺员自己多年心愿 而这场名为那些年我们一起唱情歌的演唱会 除了请来多年好友 八十年代当空组合飞鸢三珠中的方文林以求海震 更首度将女儿带上舞台一展超越父亲的音乐才华 她的确有这种天分 可是她现在毕竟只有十三岁 那么我是因为觉得反正我开演唱会嘛 那她在家里面她现在每天都弹其他唱歌 每天叮叮当当的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对女儿曾经跟你讲说她是一位唱的当歌手 哦她只是讲过说将来赚的钱一定比我多 而飞鸢三珠中发展最好人气最旺的伊能静 反而并未与另外两个姐妹一起前来为吴启贤 这位老大哥成场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耍大牌 伊能静 安妮虽然我们感情真的很深厚 然后她回了一个短信给我 她说吴贤哥我很希望能够来 但是我现在很想过平静的生活 做她现在在做的事情 然后我很能够体会她的心情 因为也是自己的妹妹 所以这是飞鸢三珠来了飞鸢二珠 我还是感受到接受到安妮给我的祝福 劈了腿离了婚又被传练上了同样失婚的潘月明 这些年陷入是非圈难以自拔的伊能静 不愿再多惹是非倒也可以理解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